歡迎收看 電玩會打 今天來跟我一起主持的是我們 很愛打電動的夏如芝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芝芝夏如芝 我真的很喜歡打電動喔 而且我都是玩一些恐怖遊戲 比方說像是零啊 還有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以為可以連外型 你應該玩什麼Cookie Mama這種 就是你的極限 想不到你還滿有在玩的喔 好 那考驗一下 我們今天Cosplay什麼角色 今天 我今天Cosplay的角色是 跨PC還有PS3跟360的FPS遊戲 深化奇兵的無限之城 裡面擁有超能力的 那我當然就是 流眼的男主角 私家偵探 步客 我在這遊戲裡面 我要帶著伊麗莎白 逃出漂浮之城 Columbia 而且這次遊戲 跳脫了前老大 在水底城市裡面的 那種陰生感 來到了天空 非常漂亮又浩瀚無遺 那種感覺就像是 來到了烏托邦一樣 對 但通常俗話說得好 越漂亮的地方 裡面就全藏著 越可怕的秘密 究竟為什麼伊麗莎白 被囚犧在這個地方呢 究竟這裡面 還要隱藏什麼樣的罪惡呢 鎖地本身處打心 就知道了 那趕快來進行我們的 最後一戰吧 好吧 歡迎我們的玩家 QK先生 QK大家好 我是QK 好 QK長 今天我們要玩什麼遊戲呢 我們今天要玩浅龍 就是你在單機劇情過了之後呢 他就幫你解了20個 對 那其他最近有下載 就是另外額外的30個VR任務 好 那我們要挑戰 是另外額外30個對不對 對 30個 太好了 那今天我們同學 是開放這個網路直播好不好 我們今天網路上的朋友 打個招呼一下 各位朋友們 你們 好 歡迎打招呼來 OK 大家好 我是QK 大家好 我是BeeBee 好 OK 我們當中的好朋友OK 來 不開始了 所以你先示範給我們玩一下 看一下 它有別於本傳的遊戲是說 它就是比較屬於小遊戲的部分 這種畫面感覺就是小遊戲的畫面 對 就是小遊戲部分 那但是呢 其實它還是很有難度 所以拿出來 到我們最後一戰介紹對勤嗎 像第一關呢 就是要考驗你的手指穩定度 就是左右手的手指 有沒有夠不夠穩定 像這邊我可以選擇我要走 你要走難的或走簡單的 那我們走稍微難一點 這個要跳 跳的話比較難 對啊 但是問題是你還要想辦法 跳過那個啊 對啊 有人手指頭可能沒有這麼靈活 或不常玩這種FPS 這種四點的遊戲 所以要自己同時轉動這個四點 對 那我們現在就走簡單一點 來 這邊還有一個 我們先跳 差一點沒有過 OK 選擇了沒有照單的道路 這邊還是有 你看旁邊有 這邊還有一個 它會起來 我們過去 你可以選擇很多種方式 只是重點是它是以計時的方式過關的 對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關 好 那要不要 給我們芝芝試試看 好 沒問題 我覺得這種簡單遊戲 我就先不要玩 芝芝試試看 網友ZXC124379說 那都不會再被秒了 廢話 你再試嗎 芝芝試 來第二關 它不會玩過我階段也可以嗎 這個是 這個是稍微簡單一點 稍微簡單一點 對 這是要幹嘛 你只要走到敵人的後面 然後按圈 圈鍵 就可以去電它 對 但是你不能被發現 被發現就要重來了 然後 那主角都是這一個三手怪嗎 沒有 不一定 它每一關都不一樣 要去殺所有敵人 對 把所有敵人清光 小心 不要麻煩 你要走到背後然後按圈 按圈 圈 沒看到 按圈 按圈 好機會 電到 有了 有電到 好的開始 好的開始 也先要在計時當中 對 計時當中 記得不要被它發現 對 被它發現它頭上就會出現 那個經燈套 小心 你不要轉到前面 沒有 有了 第二個有了 第二個有了 是不是看起來有個樣子 它這個還在旁邊 所以要小心一點 它在看這邊 它在看這邊 你不要出去 出去被抓了 我知道 以前的VR人物 其實一代VR人物 對 它有那個雷達 經典的 看得到 對 你給雷達 這樣那個沒有 沒有那麼和康 但它看到那個 它同伴倒的那邊 是不會注意一下嗎 要近一點 要滿近 他們算是自私 要近一點 鑽小路 很會鑽 對 要鑽小路 人呢 好 去 輪過去快 圈 圈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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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還不錯喔 加300鬼叫神盾小盒神童 我現在 我現在在那邊說要神盾 神盾 好不好 這邊還有兩隻 然後樓上還有 被發現了 那發現怎麼辦 可以躲嗎 沒辦法 然後我來挑戰一下看看 抓這個... 這個地方是最好抓的 因為最安全 對啊 這個真的假的 我會考...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習慣說 我會從另外一邊來 你要從那個動作 剛剛不跟我們講 你看這個人 有 我有講了 但是這邊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那個視點要小心 對啊 你看 像這個人在這邊 就會很容易被抓到 快點 冒潮 就是他一直抓到我們兩個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然後有時候這個要不要心急 你看這一個 它有時候它會繞一圈 所以你有時候它會回頭 所以要抓住那個點 輕鬆 順暢 現在給它玩 好 二樓的還有兩個交給你 可是二樓啊 你要跳到二樓去 你可以從那個腳腳 右邊的腳腳 對 腳腳跳上去 來 我幫你跳上去 來 這邊會... 這邊會最好 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位置有一個陷阱 使他會在這邊看 因為上面他會馬上發現你 可以 趁這個時候其實可以 對 趁這個時候可以上去 不行... 再按 我覺得有點危險 不會... 你可以躲在柱子旁邊 按久一點... 對...它會跳高一點 好...轉了 柱子... 被發現了 差一點 一關 這關不好玩 反正舉翻過不去 通通都不好玩 就Pass過去 就卡哥就對了 所以你覺得難度的確是 一關一關越來越高嗎 不一定 是的 其實基本上都是這樣設計 那你弄了後面一點 跟我們來玩 後面一點 其實這個可以啦 這個 我們就是先來小試伸手 好啊 我看你玩一次我就知道怎麼玩 這個呢 這個大家一定都有印象 青蛙過街 真的耶 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玩過 青蛙過街就是這個回事 小停車 又有炸彈耶 又有炸彈 好 停這邊 目前看起來是一個 再簡單也不過的遊戲 對... 你可以跳嗎 你可以跳... 可以跳... 只是你這個要看一下路 千金一火 媽媽都說過馬路要左邊 右邊看一下才可以走 天啊 這怎麼過 就這樣過啊 你也可以縮成球嗎 就啊 走S型啊 就是走S型 現在是達人在玩好不好 S型 右邊... 他好密集喔 好 下去了 倒一下 高爾夫一竿驚動 就這樣 對 要不然挑戰看看 幾秒 看我 換我 現在換我囉 要是我贏他的話 算了100本 10本的 你們要注意下去買喔 好不好 40秒28 幾秒 40秒28 是你最佳成績嗎 不是 New Rack明就是 網友 我要是贏了你們一個人 就買10本 納豆跟他好的練習好不好 來 這關 應該可能已經缺貨了 青蛙過街 小心 不要走過去就被車撞 你少在那邊烏鴉嘴啊 你看吧 你看吧 我是玉岩嬌 你太快了吧 再給我一次... 剛剛洗掉... 剛剛洗掉 剛剛洗掉完了 又被秒了 你這樣... 對不對 我還沒抓那個手感 OK... 沒有 它每一台... 我第二個預測應該會碰到那個炸彈 下一個炸彈 看到了沒有 有...有感覺了... 預測錯了 你看 我不會給我的預測中 不能這樣子的 它怎麼繼續算時間了 對啊 就是從...從都來啊 閃得好 拜託 我這哪有什麼 對 我剛剛總是迷中感覺 沒有 不能跳下去 跳怎麼不來啊 跳就重來啦 為什麼不來 但它這個跳得過去嗎 跳不過去 太遠了... 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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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現在中間有縫 你看 二對一 兩個人就有看到有縫 卻你沒看到 我現在有點快速 你看到沒有 太急 就跟你說跳不過去 這就是太急了 我生氣了 不要 我現在真的要可以... 不要跟妳在那邊開玩笑 中間有縫喔 不要被騙了 有機會... 有車啦 對 有車 小心那個炸彈會移動喔 那個炸彈是會移動的 連撞了 兩邊撞 不會了 第四關是什麼 純粹是射擊而已 射擊 射擊是我的強項啊 就是 用射 用槍 A Piece of King 射擊 哇 就這邊按就... 好 他就這樣射 其實就按著就好了 按著就好了 那也不用補子彈什麼 不用...不用不知道 你只要抓準那個時間就好了 現在是這個打針在玩 對 現在就是這樣子 這樣掃過去 如果你放開的話 掃得輸得比較快 對不對 對啊 也沒有啦 其實就是它會... 差不多 它還要一段應轉的時間 那你可以射後面的炸彈 會爆得比較快 這就是那個爽感的一個... 就純粹就是剩你的左手的那個準度而已啊 左手的準度 對啊 對啊 會動的 一動靶 對啊 一動靶 那一動靶的話其實很好解決啦 你就是只要算成它過來的時間就好了 這是最經典能不能忘 過關 好 換多久 五十五秒 不好意思換我嗎 來啦 換我 各位 你多少 四十耶 五十五秒 Easy 開場架勢不錯 別說 有機會喔 好 這個好快 三十二了 完了 剛剛這個慢了… 上面要來了… 四十了… 有啦 有機會… 我要讓你知道我剛剛擔任那個 那個神盾的那種感覺 好 四十五了… 四十五了… 小心往炸彈飛來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還沒完 在多數的 沒有吧 等一下看誰 你多少 你五五啊 你五五嗎 你是五九吧 哪有五十九 Best 五五 五十六點二 你是五十八點六七 你是達人的 當然是要贏你 還沒有到我 大家知道我強了吧 你們可以稍微看了一下 我那種Feel吧 還有什麼 第五關其實有一點難 而且會比較難一些 一定要有一點難度的 想不到這個還有點有趣 對啊 對 還滿有趣的 這個就很像瑪莉歐 這好跳喔 你要跳過去 還吃金碧喔 很像牛肉對不對 要吃金碧 要這樣跳過去 但這種其實很考驗控制 而且這側面 然後時間差也要算好 而且它是機器人 所以它動作不會那麼流暢 被攻擊了 那應該只是好玩的吧 不會真的 就嚇嚇你 嚇你 它真的不會弄到嗎 不會的 但是每顆都一定要吃到是不是 還是這樣 每顆吃到比較好啊 有的吃當然就吃囉 可以不要這種驕傲嗎 可以好好的玩就好 當然有的吃就吃嘛 就是你要抓時間跳 好 拜拜 你好 你也有真心嗎 怎麼那麼免啊 你看到的QQ也死掉了 對… 它管法其實就跟 一般的那種 客廣 就是瑪莉歐一樣 對 瑪莉歐一樣 對不對 看我 辣豆哥試看看 你要全吃啊 你要跟著一樣全吃才可以 你現在是在 挑戰者當然要覺得 有漏喔 有漏一個 我們現在再看 可不可以過關比較重要 OK 等一下 我以為他摔在這個 這個感覺 對…是這樣的感覺 沒錯 好 現在換這隻挑戰 小心 它現在有點厲害喔 看了那麼 看了我們玩過 當然吸收到很多經驗就會啦 它好像有點可以喔 會這樣子喔 繼續去不要吃 不要去補吃 跳 漂亮 它過得比你遠耶 好像是耶 不要… 這怎麼辦 這要滾一下 滾一下跳 就這樣啦 好啦 我們今天重點是要 介紹好的遊戲給大家 對不對 當然今天非常感謝QK 帶來一個這麼 好 同時謝謝我們所有網路上的玩家 謝謝你們的觀看OK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囉 拜拜 下一段電玩快打遊戲與壞力歐 趣味小遊戲笑翻你的神經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那都哥 你平常有在運動嗎 其實我最近滿喜歡 晚上去U-Bike 你知道 又便宜又方便 然後又好玩 真的嗎 其實我也有在騎Frisky 那你為什麼都沒有約我呢 我跟你講 其實你真的想跟我去運動的話 還是有別的地方 譬如說 可以來家裡面一起運動 像我家有沙發 又有床 看你大概習慣怎麼樣的 我都可以配合啦 哈囉哥 像你這樣說 你是想要約我去你家的沙發 跟床上做運動嗎 我要放行喔 放什麼錢 不要誤會啦 我說其實在家裡面沙發 跟床上可以來打電動啊 對不對 重點是呢 最近真的有個遊戲很適合 我們兩個一起來 家裡面這樣子玩好不好 因為昨天發售3TS 馬力歐網球公開上 繁體中文版這個遊戲呢 就很適合我們坐在沙發上 或床上一起連線運動一下 好 那這樣太棒了 那我們趕快去你家玩吧 好啊 不用 我有帶來這邊 我們這邊就可以玩了好不好 來 好 我想辦法就是把球 打到那環裡面去 然後就得到那分數 就上面寫的那750分嗎 他說對付我 你要往...你的機子 要往另外一邊轉 他之後會往那個方向去 對付我 感覺很好笑 救命啊 你好強 聽不下來... 我們可以停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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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就把一次形象算明 好算明 好算明 不是 還有不同的模式 要介紹 不行 停 停 好 我們接下來呢 跟各位介紹另外一個模式 就是壁球模式好不好 壁球模式其實玩起來 有點像是 就在玩馬力歐兄弟過關一樣 就是要用球來吃金幣 來跳舞這樣好不好 我們試給大家看 出界了 回來... 回來沒有 好強喔 一切都是由設定之內 他好像得金幣可以加秒數 是不是 是嗎 好像有喔 對啊 我剛剛就是忘了跟大家提醒 你趕快給我吃金幣啊 不然我...我要死掉了 快點打右邊 有沒有看 你看他回來 好 有沒有 沒有 吃金幣秒數會回來 一直上去想... 無敵星星 吃到星星會怎麼樣 我要吃星星 無敵 沒有算著啦 我一直在最後 秒數快不夠那邊 好 時間夠了 反正給大家 稍微感覺一下就是這樣子 反正自己多練習啦 OK 好不好 我覺得這遊戲還不錯吧 這是 真的很好玩 所以大家真的很像 其實平常就運動之外 跟朋友在家裡面 坐沙發坐在床上 也是可以運動的好嗎 而且就算你在你家 我在我家也是可以連線的 對啊 用Wi-Fi 就可以一起玩了好嗎 接下來就要看我們的 哈燒新劍囉 動作遊戲 戰鬥專快劇場 是掌數由哈蒂 帶領一群高尚友情的夥伴 在航行中 不幸遇上傳染 一群人都被這群可愛的貓咪給俘虜 唯一沒被抓到的各位 當然要一一的救出夥伴 發揮出友情的價值 不過沒想到遊戲才一開始 就發現首領哈蒂 竟然背叛了我們 唉 到底為什麼友情會如此廉價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遊戲的玩法 就跟瑪莉兄弟差不多 只不過瑪莉兄弟要跳旗桿 咱們這裡真是要跳啊跳啊 瞬找出路 不過這出口可不是隨隨便便 就能讓你出去的喔 大家得靠沿途收集的寶石 來開啟出口 每一關的出口 需要的寶石數量都不一定 所以只要看到寶石 千萬不要放過喔 另外遊戲的關卡千奇百怪 有一碰到智慧炙爆的炸彈磚 有可以穿透而上的透明雲磚 另外可以讓你跳高高的彈力磚 或是讓你移動左右都為難的冰磚 以及可以減緩速度的果泥磚 遊戲的關卡 都是由這些稀奇古怪 功能各異的磚塊組合而成 玩起來非常有趣喔 遊戲中還提供了豐富的道具 擺放在關卡中讓大家使用 像是滑動水流 將小船牽引到岸邊 就可以搭乘小船在水中移動 另外背上火箭噴射器 大家就可以飛高高 不過有道具 當然也有陷阱囉 這電力超強的放電磚 大家得抓著這放電的間隔 不然被電一下包著你受不了 除了陷阱 沿途也會有敵人攻擊你 不過這樣被K一下還挺搞笑的嘛 為了救夥伴 大家要認真地收集寶石 而救出來的同伴 我們可以使用他們來闖關 畢竟遊戲中收錄了上百個關卡 換換人露露臉也增加了遊戲的樂趣喔 欸 不過換了這顆魚頭臉 看著看著還挺噁心的說喔 嗯 還有一位女士 打開燈 任天堂推出過的家機與掌機 都是引力遊戲界的創意潮流 每台主機都一定要有的 壞力歐攻防系列 所以在WiiU上當然也不會缺失啦 回歸最巧奇的Game and Watch 那種創意玩法的訴求 這一次以遊戲與壞力歐為名 肯定又會讓人玩到停不下來囉 這次在單人遊戲與多人同熱 分分別類共有16個主題 一開始當然要先替自己 拍好專屬的人物頭像 好了 準備開始遊戲囉 這個射弓箭的關卡 就是回歸到遊戲的基本面 主打大螢幕與Gamepad的互動 利用觸控筆點滑Gamepad螢幕 對準目標發射 必要時還要將控制器舉起 充當盾牌喔 還有這個Shart全名狗仔 我們要把Gamepad當作專業的相機 對準螢幕來捕捉指定的特徵人物 大家可要睜大眼睛仔細看清楚 才能夠精準拍攝獲得高分喔 看起來很簡單趣味的滑雪 則需要利用陀螺儀來控制滑行的方向 主要觀看Gamepad畫面的部分 並以俯瞰的方式來呈現 只要我們控制好平衡 大畫面就會展現出精彩的滑雪技巧 這個由忍者蘿莉雙人組單剛的Patchwalk 是考驗大家拼圖的邏輯能力 而這些圖形中會隱藏不少的秘密喔 最特別一定要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這個情境式主題的遊戲 在被窩裡偷達電動的小鬼頭 玩著刺激小遊戲的同時 也要一心二用注意媽媽的突襲 從電池裡跑出來的 這位老媽還以為自己是真子咧 至於在多人同樂的部分 也有像是你畫我達的遊戲 除了要具備美術天分畫畫技巧 還要考驗另一方面的猜題能力呢 當然還有更多充分發揮了Wii U 特色與性能的遊戲項目 哎呀 一時之間講不完啦 剩下打就等玩家們一一解開囉 不過要注意會玩到忘記時間喔 最近幾年來由Vocalite共同創作的 虛擬人生編曲軟體 紅紅了電子歌機初音Mikujo 另一名戲初同門 擁有廣大粉絲群的Gumi 也在PSP上推出專屬遊戲 Makepoint The Music Shop 值得一提的是 負責Gumi的聲音是日本知名聲優 中島愛 Kumi還推出了個人的單曲款專輯呢 只能說這股新勢力可不容小趣呢 遊戲中共收錄了30首歌曲 曾在日本Nikuniko動畫網站上發表的 快智人口曲目 尚在台灣頗有知名度 由Shenfree抄刀 充滿日系パラパラ風味的 MikuMiku Fire Endless Night 當然 擅長電音舞曲的巴王子P 所製作的Killer Lady 也是不會少的喔 雖然 遊戲進行方式乍看之下 與大家熟悉的明靈計畫系列 是有那麼一點 類似啦 不過 古字裡 可是完全不同概念的喔 光是歌曲譜面的沉眩方式 就採用像太古達人那種 以固定軌道線式來呈現 依據難度 最多支援到試軌 結拍按鈕 除了圈 插 方塊 山腳外 還要同時對應方向鍵的組合 以及長條結拍鈕的按壓等 如此變化多元的譜面 對於左右腦的協調可真是一大考驗呢 身為V家體系後生晚輩的Gumi 在這次首部處女秀中 歌曲PB的呈現上 雖然略顯單調 不過曼妙的舞姿 依然是一大亮點喔 嘿嘿 想在歌曲進行的過程中 看到更多風情萬種的姿態嗎 那麼就趁著在商店中 好好的給她精心挑選服裝吧 而在Kumi的小屋模式中 在閨房裡跟她談天說地 既由觀看日記 或選擇對話來互動 都可以更了解這一位 新一代歌手的內心世界喔 PS3終於推出第一款免費製線上遊戲 激動戰士鋼彈 激戰任務 遊戲是標準的動作遊戲 最多可支援6對6 總共12人的對戰 這應該也是遊戲能順暢連線的極限吧 遊戲中大家可以選擇 加入聯邦軍或集翁軍 不過一進入戰場 各位就能發現 原來擔任一名MS駕駛員並不容易 因為鋼彈的移動有濃濃的重量感 跟之前鋼彈系列的豪爽快翼 可是大不相同 大家使用推進器就會做出衝刺 或是拿出光劍進行砍劈 動作結束之後就會定住一兩秒 才能再次做出其他動作 所以在戰鬥的過程中 一馬當先衝入敵陣可是非常不治的 因為這是免費制的遊戲要回收成本 靠的就是道具的買賣 而道具的取得當然就作為MS機體的改裝 遊戲中也可以花錢提升機體能力 如果不想花錢就得拚命參戰 賺取戰功積分 遊戲在每次參戰結束後 都會給予不同的MS零件的設計圖 將設計圖擠滿之後 就可以進行開發組裝來提升MS的能力 不過每次進入戰場 都得花費能源點數 當點數不足時 還是得花錢購買 嘿嘿 所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大家都是明白人 就不要說破了 值得一提的是 遊戲還首創在戰場上 駕駛員跟MS可以分開操作的玩法 譬如在某個據點要安裝爆破的炸彈設備 或是要進行壓制中繼地點的時候 都必須下機以駕駛員來操作 不過這鋼彈跑兩步的路程 駕駛員得捧好久的說 所以在終極地點要是發現飛行載具 也別客氣乘坐上去來跟MS對戰 好像還蠻酷的喔 只不過要是被敵方陣營發現了 各位可就成為標準的積分標靶 所以建議大家這種傻事 還是不要常常做喔 話說在不知過了多久的未來 地球突然遭到外星生物的襲擊 就在生物突變的危機中 誕生了一種美麗的新物種 不但有著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 還能變身成為巨大的戰鬥機體 哇 這種完全滿足男性幻想的設定 竟然還真的做成了遊戲呢 那就是最近話題十足的 女皇之刃Online啊 遊戲中號稱全部使用女性角色 玩家可以加入兩大陣營 自由騎士跟皇家守衛 而利於每間劇的六大職業 也各有特色 像是揮舞巨劍的制裁者 擅長舞鞭的獵舞者 以偵查為定位的訓練者等等 而六大職業變身之後的機甲火力 更是令人期待喔 只要達到特定等級 就可以透過任務取得機甲 不管是人型的 機械型的都有 想要在大規模戰爭系統中 取得一席之地 就要看你能不能 將機甲變身的能力 發揮到極致囉 史上最刺激 最慘絕人寰的摩托車大賽 特技摩托賽進化論 這回來到了PC主機 要讓不同平台的摩托一族 都能體驗到這款 即速度 技巧於一身的遊戲 遊戲操作的方式非常簡單 大家只需要用到 上 下 左右四個按鈕 來進行加速 減速 前傾 後揚等技巧 遊戲中的關卡 可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獲得高分過關 因為在過程中 只要發生一個禮田失誤 可就拿不到金牌囉 這個金牌的取得不僅要零失誤 還得在限定的秒數內完成 因此速度跟技巧缺一不可 此外為了讓遊戲的畫面更加的細膩精緻 遊戲引擎也改良不少 大家瞧瞧 這空襲飛彈 打在水面上的水花飛劍 炸在地面上的塵土飛揚 是不是精細到令人讚嘆呀 還有這3D模組打造了精緻背景 在橫向移動時 經由切換不同的路線 就會營造出全3D的視覺感受喔 遊戲收錄了之前系列作中 全部賽道一共超過120條 此外大家只要連上網路 就可以下載全世界玩家 精心設計的各種賽道喔 你瞧瞧 這空中石堆打造的賽道 又驚險又刺激 還有這關 要不停利用超越極限的停車技巧 才可以順利過關喔 不過這些都不是我過的 畢竟我技巧可沒這麼成熟 其實是透過過關排行榜 來參考其他人的闖關影片 還有喔 遊戲中雖然過不過關都死狀淒慘 但就算是死 也得要打扮帥氣一點啊 因此大家可以靠贏來的金錢 替你的騎士換換全身型頭 但是這次掛點都呈現大字型 希望下回遊戲能用點新換點花樣 增加一點娛樂的效果喔 下一段電玩快打 航海王海捷無雙2 新登場角色帥氣亮相喔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 Gang Report的時候囉 夏小姐 你是第二高嗎 沒有 沒有 你冤枉了啦 我今天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Gang Report非常精彩 就像我一樣好看喔 對 真的 我們今天Gang Report 還要介紹的是 航海王海賊無雙2的 新登場角色 沒錯了 這次有一個新的角色 就是你之前Cosplay扮演的 小丑巴基 而且我覺得呢 那是你扮演時候 Cosplay裡面 唯一最像的一次了 為什麼哪裡像 肚子 不只是這麼多 沒有關係 巴基當然是裡面的新角色 當然裡面真的 還有很多新的角色 譬如說像是大雄 是個不錯的角色是吧 沒錯 大雄呢 他這次也是他的新角色 而且裡面 他最厲害的功能就是 他擁有一個雷射炮 他的一發就可以攻擊一整群的敵人 不過我相信老天爺他是公平的 所以呢 他的威力雖然很強 但是他的行動力也很差 像動他的機動力也不好喔 當然 這次增加了許多的新角色 除了我們精選的七個新角色 人家包含像是鷹眼的 他很厲害喔 他除了可以用這個 單體高速攻擊之外 還可以用大範圍的這個攻擊 黑刀5 用起來算 另外還有控場型的 像是沙爾克洛克達爾 因為他使用了沙粒果實 所以他可以控制現場所有的沙土 當他使用沙塵龍捲風的時候 就可以困住敵人喔 當然大家是你喜歡用起來 俐落一點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使用不死掉馬可啦 因為他的招式機動性非常的高 重點是他把敵人 逼到畫面角落的時候 整個畫面會劇烈的搖晃 所以你要使用這個角色的話 記得 那想要看更多更精采 新角色的介紹嗎 就千萬不可以錯過 我們的介紹囉 是的 馬上來看看 本週的Game Report 航海王 海賊無雙2 新登場角色喔 最近在TVGame中 人情最旺 討論做火紅的遊戲 應該就是知名動漫 再加上歷久不摔的遊戲系列 航海王 海賊無雙2了吧 這一代的海賊無雙 除了遊戲的戰鬥系統 做得不小革新 就連劇情也都是完全原創 相較於大家所熟識的原作故事 感覺上又比有一番風味 當然 對於鎮港航海王粉絲來說 海賊無雙2最讓人興奮的 應該還是遊戲中的角色 大幅增加 除了大家喜愛的 草帽海賊團一席人之外 在前作中 和大家打對台的敵方角色 現在也列入我們 可以操控的角色清單之中 總計超過30個以上的角色 不過 現在首次加入遊戲的新角色 到底該選哪一個 才能打得順暢玩得爽快 讓你橫掃千軍 做向無敵呢 接下來Game Report專題 《寒海王海賊無雙2》 新登場角色 將會有詳細的介紹喔 在《寒海王海賊無雙2》的遊戲中 想要取得所有可操縱的角色 除了要完成Main Episode 所有關卡任務之外 有部分的角色 要在挑戰夥伴Episode的關卡之後 才能被解鎖的 因此想要入手所有的遊戲角色 除了Main Episode 要打到全破 一定要耗費一點功夫 來完成夥伴Episode的關卡 角色取得的問題解決之後 該怎麼選擇角色 也是一門大學問喔 由於《寒海賊無雙2》的Main Episode模式 並不是依照原作劇情改變而來 因此跟一代不一樣 這次的關卡 會限定只能操作哪一個角色 所以在不同的關卡 其實呢 我們可以依照關卡類型的不同 來選擇不同特性的角色 在《寒海》的彈性上 變得更大 至於這麼多角色之中 到底該如何發現角色的特性呢 除了輕身操控體驗之外 在角色的選單之中 我們也可以從角色能力值上方的小圖示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簡單來說 遊戲中的角色 可以被區分為 紅色大道圖示的攻擊型 以藍色學習圖示的技巧型 這兩大類 雖然啊 每個角色本身的攻擊型態不同 不過基本上 還是有共通的特性 以攻擊角色來說 除了普攻的攻擊力較高之外 也有較高的機率 在擊中敵人的附加氣絕狀態 然而敵人在無法反抗的情況之下 只能任我們宰割 除此之外 攻擊型角色的招式 通常都有著相當廣闊的攻擊範圍 想一口氣解決一整群敵人 可說是易如反掌喔 至於技巧型的角色 一般來說普攻的傷害力 明顯比攻擊型的來得較少 不過攻擊速度較快 是技巧型角色的共通特色 也比較容易 將一整串的攻擊 並建成高傷害力的COMBO 除此之外 技巧型的角色在攻擊時 也能發動讓敵人速度減緩的附加效果 一口氣解決一群敵人 打起來也不會再手忙腳亂喔 在航海王海賊雷雙二中 最大的賣點 就是大量加入了新角色喔 除了前作劇情未曾出現過的人物 更讓人熱血沸騰的 應該還是曾經與我們生死對決的敵方角色 現在也能讓我們親手操控 打殺四方囉 具有哪些值得大家一試的角色呢 接下來 電話快打就為大家 實測七個二代新生的角色 讓大家參考一下喔 嘴上是吊著兩根雪茄的海軍四魔格 雖然這歸類為技巧型的角色 不過出道的姿態相當威猛 看起來反而像是攻擊型角色 除了出手非常快速 同時還有快速移動型的衝刺攻擊技 另外還具備了範圍攻擊 與控場雙效合一的延續技能 當然 無雙技十手爛武 其實是出手非常猛的一個技能 狠狠把敵人打飛的爽快感 真的是言語烂音新鮮龍刀 白無子海賊團的第一隊隊長 不死鳥馬可 是海賊無雙二 在上市之前公開了新角色中 仍嫉妒己望的一個 定位為攻擊型角色的馬可 能力是超稀有的 幻獸中果實能力者 最大的特色 就是機動性非常的高 攻擊招式幾乎都是以移動 衝刺型為主 無論是高空飛行衝刺 或是一邊飛行 一邊旋轉捲入大量敵人的連續技 都充分表露出馬可高招的滯空能力 除了在攻擊時不容易被敵人打中 而中段連擊之外 在地圖較為廣大的關卡中 邊打邊移動的形態 也特別佔便宜 不過特別注意的是馬可的出招 雖然華麗又炫目 但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可是不小心擠壓到關卡場景的邊緣 也會讓整個畫面 就像大地震一樣劇烈搖晃 如果是容易暈車的朋友 應該會突然覺得 一陣頭昏眼花又想吐吧 不過高速且華麗的攻擊招式 像是無雙技 載神之眼 都能夠優雅的出招 用得遠遠的擊飛敵人 這也正是馬可的獨特魅力 建議想要使用馬可來無雙一下的朋友 可以先吃顆陰車藥再上路喔 佩羅娜 再來前途中 未曾收入的恐怖三尾帆船的橋段 在海賊烏雙二終於被納入 雖然劇情發展與原作不太一樣 不過原作中的角色 倒是原封不動被加入 像是幽靈公主佩羅娜 就是擁有鬼魂果實的能力者 角色類型被分為技巧型 攻擊動作一般 普攻的傷害力也不算太高 不過 卻擁有相當豐富的飛行道具攻擊 像是一口氣放棄一堆小幽靈 觸招速度快 涵蓋範圍又非常廣大 尤其是攻擊連段接續能夠順暢時 非常容易就能夠一口氣 解決一大群敵人 另外 幽靈脫離的控場技能 也能有效耐力的軍敵人 暫時失去行動能力 這個時候別忘了 補一季無雙招式 幽靈踏舞會 讓巨大的幽靈大爆炸 做個完美的Ending吧 海軍三上將之一的青智 甚至能扔果實的能力者 雖然在海賊無雙二中 親自以流浪漢的造型登場 定位為技巧型和他 招式的實用度相當的不錯 光用速度極高的兵艦連砍 就助於施定大部分的敵人了 無雙技 爆製嘴 也是威力強大 又具備欣賞效果的招式 除了氮圍型的冰凍招式 像是冰凍捲風 可以用作控場技巧之外 遠距離的飛行道具型招式 像是冰界連射 兩頸毛攻擊 更是讓青智的攻擊範圍 打幅增加 即使面對敵人 毒潮水搬起來 也不用擔心手忙腳亂啦 風和動作的無雙攻擊 冰河時代 更是青智招牌的大絕招 既帥氣又具備威力喔 巴索羅蜜 熊 我還有豹君的巴索羅蜜 大熊 是王下棄乎海中的一員 同時也具備肉球果實的能力 可以用手掌彈開一切東西 被歸類為技巧型的大熊 最大的特色就是 速度慢人大不行 尤其是在地圖廣大 任務又需要你東奔西跑的關卡 大熊的移動速度 肯定會讓你擊到像是熱鍋上的螞蟻 不過啊 好在上帝是公平地 雖然大熊移動速度不夠快 但攻擊力卻是相當令人滿意 打起來幾乎是拳拳到肉 破壞力也相當不錯 無論是壓力砲掃射 或是一口氣可以攻擊 一陣具敵人的雷射砲 都是大熊讓人為之膽難的重要招式 密佛格 號稱世界最強監視 也是王下棄乎海之一的 鷹野 密佛格 在遊戲中被歸類為攻擊型角色 招式的形態相當多變 除了前方掃蕩型的技能 劍氣 還具備有單體高速攻擊 以及攻擊範圍廣大的 黑劍氣武裝技能 無論是以前門攻擊為主的 黑刀斬亂 或是以自身為重心 涵蓋一定半徑的黑刀 五 都具有相當強大的破壞力 可以說是能力相當全面的角色之一 可洛克達爾 同樣也是王下棄乎海一員 外號沙2的可洛克達爾 擁有沙力果實的能力 可以自由操控的沙土進行攻擊 在原作漫畫中 雖然並不是能力作為頂尖的人物 但是海賊物雙二中 卻是讓人意外的好用 被定義為技巧型角色的可洛克達爾 移動速度算是中等 在一般星奏時 可能會讓人覺得有些緩慢 不過它持續性的移動一段時間 速度就會略為加快 在招式使用方面 可洛克達爾的攻擊技巧 稱得上是相當多樣化又平均 除了高速的連段攻擊之外 範圍性的原地爆氣 顯然具有威力 另外 空掌型的沙龍捲風 可以一口氣讓一群敵人 捲在山半空中 暫時無法動彈 在被敵人包圍時 可以用作脫困技能 除此之外 遠距離的攻擊招式 也有衝擊型的沙漠寶刀 以及散射型的沙漠金光寶刀 兩種不同的招式 可以依照敵人的陣型不同搭配使用 至於面對小王或是BOSS 可洛克達爾也具備有 單體高速連段的攻擊招式可以運用 另外 在無雙技方面 無論是沙漠的向日葵 或是風格動作的近時輪迴 都是攻擊範圍相當大的招式 對於追求高KO數的玩家來說 可以說是非常好用喔 上面介紹了七個不同特色的 海賊無雙二型角色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的是哪一個呢 接下來電源快達的節目中 也會持續為大家介紹 海賊無雙二的中央遊戲內容 喜歡航海王的粉絲們 別忘了持續鎖定電環快達喔 深化奇兵 無限之城廣告回來 展開空中都市大冒險 歡迎回到電環快達 今天要介紹的本中主導戲呢 就是跨PC還有PS3跟360的 第一輪稱射擊遊戲 就是深化奇兵 無限之城 是的 這一次的遊戲呢 跟前幾代不一樣 之前都是在那種陰暗的海底 這一次呢 可以把整個場景拉到了 漂浮的天空之城 哥倫比亞 那玩家呢 扮演就是我監控的 私家偵探部客啦 為了要還債呢 所以呢 照接下來拯救伊莉莎白這個Cash喔 我算是一個拖油品啦 我覺得妳盡量不要拖累我 因為我要救妳 你怎麼可以把我當成拖油品 你可知道 把我救出來好處多多呢 因為我會一路上 幫你很多很多的忙 有什麼忙 說來聽聽的啊 我的特殊能力就是 創造時空裂縫 可以適時的幫你找到 彈藥 補血器 還有精神力藥水 跟機槍塔等等等等的 另外你在遊戲中 找到的鑰匙包 也可以靠我的特殊能力 解鎖幫你解開 找到支線裡面的隱藏房間 甚至我會適時的 可以給你金錢上面的援助喔 妳要幫我開鎖 然後妳要幫我找東西 然後妳還可以給我錢 妳是潘娜嗎 這不是潘娜 有一種東西叫什麼 請喝飲 請喝飲 沒錯 玩遊戲就是要這樣嘛 互相合作 我們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境界 也對… 好啦 那妳這樣講起來 我是個飛舞吧 其實我是很有用的好不好 其實我在裡面呢 大家知道其實承襲的曆帶 基本上的步客呢 可以使用精神力 精神力是什麼呢 就譬如說我會使用 惡魔之吻 Oscar一下 惡魔之吻它不是一個吻 它是一個火球 OK 對 就是這樣子 我可以把這個敵人 散到嘰嘰嘰 你知道嗎 或者是可以使用 烏鴉殺手來對付敵人 總共有八種精神力 很厲害吧 我們一定不要忘了 要跟Ada One 借它的飛行工具喔 這個遊戲Ada One有亂入嗎 怎麼都沒有人通知我一下 其實納豆羹我覺得這是一種 比較有趣的說法對不對 因為這次遊戲中 有一個裝備叫做天溝 剛好跟Ada One的勾槍 非常的相似 但是只是它的功能 也比較多一點啦 對 妳這樣講 其實是有點道理 因為其實基本上這個天溝 就是說我們譬如說 在路上的時候 只要看到它一使用 勾到那個怎麼 天氣輸送裝置的話 我們就可以破百速度 移動到我們想去的地方 在過程中看到敵人 你還可以跳下去 給它重擊 很厲害 另外在這次遊戲當中 還有很多很多 很難對付的角色 比方像是激動愛國者 雖然它的行動非常的緩慢 可是它的格林機槍 非常的強大 另外還有會使用歌聲 喚醒所有王者的海魔女 更是厲害 它的人海戰術 真是會讓人家發狂 對 那就這樣 怎麼對付它們呢 答案很簡單 針對弱點攻擊就可以了 那它的弱點是什麼呢 那就要看一下 本路主導的新生化奇兵 無限之城的介紹囉 向來不弱俗套的遊戲內容 以及優異的美術風格 才佔領玩家們內心 一時之地的 生化奇兵系列 在經歷過連續兩代 海底兩萬里的 海底城大冒險之後 這次終於一掃過去 陰森恐怖的遊戲風格 將遊戲的舞台遺失到 晴空萬里 又風光明媚的天空之城 哥倫比亞 還記得當初 宣傳影片第一次發布的時候 讓美麗的空通城市 以及讓人膽戰心心的 空通冒險 在大家心中 腹策下了震撼 可真是難以忘懷 現在遊戲終於到手了 趕快來看看 這次遊戲 端出了什麼樣的好菜 故事的背景 設定了1912年的 一個虛構的事件 當時的美國 正從讓航空技術 非常發達的時期 像這座氣球 巨大的空通飛行器 之類的科技 都是家常便飯 而其中首屈一指的 就是這座天空之城 哥倫比亞 不過 在光星島年的外表下 哥倫比亞的內部 似乎存在著 符合人知的秘密 後來更因為 這些不可告人的因素 最終導致整座城市 在世人眼前消失 以斯嘉爭彈登場的男主角 布可杜威 這次是受顧到 哥倫比亞 尋找人叫做 伊莉莎白的女孩 這女孩 從小就因為 擁有某些特殊能力 而被帶到天空之城 囚禁了起來 到現在已經長到17歲了 雖然不知道 為何過了這麼久 才突然找她 反正 男人欠債 與人消災 趕緊把工作完成 酒勢囉 觀察一下這個系列的歷史 神話奇畢還真的是 符合作文中 起承轉合的道理 從一代的開頭 到二代的繼承 結合來到三代的時候 就來個180度的大轉變 不管是美術風格 或故事內容 全都可以要來個大翻新 不過 雖然外表乍看之下不太一樣 其實操作戰鬥之後 就會發現 她骨子裡面 還是那個大家所熟悉的 神話奇兵 一樣擁有各式各樣的特殊能力 一樣是由物理攻擊的武器 與特殊能力的搭配 戰鬥為主軸 不過這一次 我們戰鬥的對象 不是那些驚喜也恐怖的怪人了 而大部分都是人類 而除了敵人之外 遊戲中 又包含了大量 非敵對狀態的普通市民 很多時候 我們身材還可以觀察一下 大家日常生活 看日子在工作的工人 或是在沙山上 享受日光浴的情侶 連一些正在做體操的大叔們 都入境了 真是相當的有趣 要不是我們有任務在身 這樣被他們一起來活動活動 驚鼓說 還記得在前兩代的遊戲中 我們要取得特殊能力 一般是透過打針的方法來獲得 不過在這一代中 更加要喝一種比較特殊的飲料 一般都做在這種造型特殊的瓶子當中 依照能力的不同 瓶子的外貌又有不同的差異 比方說 可以操控敵對角色的戰鬥藥水 以及可以引發火焰爆炸的惡魔之吻 以及釋出大量嗜血烏鴉 來混亂敵人的烏鴉殺手等等 總之在喝一股藥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永久取得 該藥水的能力 只要能量還在足夠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施展出來 不過在同一時間 我們身上只有 裝備兩種超能力 如果突然使用 使用第三種的超能力 就必須記錄裝備畫面去切換 這部分是稍微麻煩了一點喔 每一種的超能力 除了一般的攻擊之外 都還包含了第二種的攻擊方式 當中有不少都是 以範圍攻擊的形式來出現 比方說 惡魔之吻成第二種爆炸攻擊 閃電衝擊的連鎖麻痺等等 再要先持續按住超能力的按鍵 它就會切換成第二種的攻擊模式 這時候 只要放開按鈕 就會施展出來囉 不過 並不是每種能力 都是以攻擊作為主要目的的 有的能力 則是以戰鬥輔助的效果來呈現 像烏鴉殺手 除了攻擊之外 還可以制造敵人的混亂 在對方被盯得暈頭追傷的時候 我們則可以趁機給對方補個幾槍 而戰友 甚至可以讓他們 暫時取得機械的操控權 讓他為我方效力 還有更厲害的一點 就是把人類敵人 已變成我方的夥伴 當然這都是有時間限制的 所以我們要趕快把握機會 把其他對手可解決掉喔 除了超能力攻擊之外 武器攻擊 這算是遊戲中的最主要攻擊手段 本作中提供了相當多的武器 讓他們使用 包括手槍 散彈槍 卡冰槍 狙擊槍等等 它也是比較重型的 比方說火箭筒 格林機槍 也都可以在使用的武器清單上面 不過跟超能力一樣 同一時間可以裝備的武器 就只有兩種 而且比超能力更麻煩的是 超能力只要開啟裝備畫面 就可以切換預設能力 而槍鞋類的武器 如果想換掉手頭上兩把武器的話 就只能等敵人掉的武器 分數上看能不能撿到囉 在遊戲中 有關主角基礎能力的三種數值 主要包括了 血量 精神力 以及護盾 吸收血量就不用解釋了 精神力則是直接影響我們 能夠使用超能力的多掛 而護盾則是想當我們 受到攻擊時的第一道防線 只有護盾被消耗完時 才會開始倒扣血條 以上的三種數值 都可以透過取得這種藥水來強化 不過啊 一罐藥水 只可以選擇一種能力來強化 看是要讓血變多一點 或是讓精神力的容量增加 或是讓護盾變得更厚一點 到底該怎麼做 就跟大家自己決定囉 除了前面靠收集藥水來提升基礎數值之外 我們其實還可以透過花錢的方式 跟這種自動販賣機器的人 購買超能力 或是武器的升級道具 像我們每種超能力 除了開始的能力之外 還能再提升個幾級 像是延長效果持續的時間啦 提升攻擊力啦 或是開啟第二種攻擊模式等等 反正只要立五級 這些倒不是問題啦 明哥說起來啊 在本作中作為主角的敵手 是有點可憐的 因為主角的能力不但強大 武器也是五花八門 所以大部分戰鬥的時間 我們都要煩惱 而到底有哪一個招式來玩弄對手 不過啊 既然是說大部分 能夠表示還是有些敵人 是不太好惹力 比方說 這個長得像華盛頓東東的 愛國者機器人 他就是火力強大的狠角色 這邊跟他硬幹 無非是想找死 另外還有這個設計用來做 雜物的大怪頭機器人 弱成戰場上的敵人 那也不是開玩笑啦 其他呢 還有一些不是機器人 但是也有點麻煩的對手 就是那些跟我們一樣 會使用潮能力的傢伙 遇到這樣的對手 要多注意一點 一個不留神 可是會被打得東倒西歪呢 雖然說我們的任務主要目的 是去把伊麗莎白救出來 不過並不是那種 要耗費整個遊戲的長度 到最後才能見到 伊麗莎白的模式 相反的 我們在遊戲的初期 就能夠找到伊麗莎白了 事實上說得更正確一點 伊麗莎白在大部分的時候 是一個戰鬥夥伴的身份 來輔助我們 而不是一個 除出可能的脫油瓶 需要我們隨時隨地的照顧它 說到伊麗莎白的能力 可不是蓋的喔 它簡直可以說是18般武藝 樣樣精通 首先 它具有一種 創造時空裂縫的超能力 這個時空裂縫 就像是一道任意門一樣 可以把其他地方的物體 暫時搬到我們的時空來使用 大廳之下好像沒什麼嘛 事實上啊 它簡直是一個超級外掛 比方說 各式各樣的武器 或是各種補品 像是急救包 精神藥水等等 都會透過命令的方式 讓伊麗莎白把它變出來 另外 再厲害一點的 還有像這個 拿著格林之將的愛國者機器人 或是浮空的之將鋼燒等等 它都叫得出來 除此之外 用來做移動手段的勾點 也在召喚的清單上 還有啊 到我們的血量 或彈氧不足的時候 伊麗莎白還會直接讓道具 丟給我們 簡直是超級方便的 連找的時間都省下來了 最後再附帶一提 伊麗莎白 就連開鎖都難不了她 想到這個地步 正不想著主角的立場 該放哪呢 因為這次的舞台 是在廣大無垠的天空之城 所以在空中移動的手段 也成為遊戲中的一個重頭戲 談到這裡 我們就一定要介紹一下 這個特殊道具 天溝 這個天溝 跟假巴的天溝不太一樣 這個啊 是讓我們在天上 能夠移動自如的好東西 不過要派上用場 首先要有一個 天溝的實力點才行 比方說 像這種設在高處的勾點 當畫面上出現提示的時候 只要按下跳躍鍵 就會自動跳過去勾上 只要換到另一個勾點 只要重複同樣的步驟 就行了 除了勾點之外 天空軌道 這是另一個重要的移動手段 它的勾點不一樣 是屬於長距離的移動方式 不過使用的方法 則是一模一樣的 我也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天空軌道的移動 是有方向性的 在跳下去之前 記得要先看一下方向 免得跑錯地方了 另外再提醒一下 如果是有聚高症的朋友 請記得 在有家人陪同的狀況下使用 免得刺激過頭 發生意外就不好囉 大家今天有沒有認真地收看 我們的節目呢 因為我們現在要送好康囉 今天的好康是什麼呢 不是土耀家 今天上映的是 生化奇兵無限之城的 PN3360的遊戲片 以及公仔喔 沒錯 請你任寫出兩種 剛才VCR當中提到的我本人 黑莉莎白可以提供的輔助 有什麼呢 選出兩種喔 是 把答案 到我們電眼快檔的 官方臉書團 達地專業答下來呢 就有機會 來到我們遊戲片 以及公仔啦 接下來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囉 歡迎回到電玩快檔 芝芝妳知道嗎 其實我們前一陣子 有做這個PS2經典遊戲 回顧對不對 然後做完之後呢 不得了了 結果網友在說話 他們說了什麼咧 他們說了好 你們怎麼都這樣 你們都回顧PS2的經典遊戲 其實Xbox 也有很多經典遊戲 原來如此啦 那今天我們電玩時光機 就要帶大家去看看 當初與PS2一陣天下的 Xbox平台遊戲囉 沒有錯 而且我們今天請來這兩位呢 在Xbox Live裡面呢 可以說是 算是厲害等級的人物 要跟我們一起回顧一下 沒錯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位 不但備份極高 而且有很多連骨灰級的玩家們 看到他都要跟他下跪了呢 沒有錯 很多玩家說 怎麼樣 我是骨灰級的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就讓你看看 這聽起來很奇怪 不是 尤其是說 我們來看看真正 什麼叫做備份高 厲害的玩家 一起歡迎這一位好不好 一起歡迎Milia吧 歡迎 大家好 看到妳我真的快要下跪下來 是不是有一種 腿軟要下跪的感覺 對啊 多少只要有玩Xbox的玩家 應該聽到妳都知道 妳真的是怎麼這麼厲害 哪有... 今天妳今天來是 不是 我先問一下 為什麼妳要叫Mini阿嬤 因為妳看起來就是 不是阿嬤的樣子 怎麼不像呢 我都常常跟我兒子 跟我孫子女兒 一起玩遊戲的 對 我跟你講 阿嬤厲害就是說 妳想說阿嬤 有在玩遊戲嗎 其實阿嬤是玩遊戲玩出名的 謝謝... 對啊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是不是其中 妳還有帶妳們家人來 有...今天我兒子跟我孫子 都來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那請他們出來一下嗎 好 歡迎Mini哥哥還有楊楊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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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楊楊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妳的 孫子 這個是妳兒子 對...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電玩快打呢 早在多年前就 就曾經去訪問過他們家 當時的楊楊 她就是一個嬰兒 看到了沒有 就是XBOX 陪伴你們整個家族成長 那當時其實XBOX 是誰先開始玩的呢 是應該是哥哥先 對 Mini哥哥 是啊 當初買的話 是因為看到說 DOA3是只有在XBOX上面 獨佔的遊戲 為了DOA3買了這個遊戲對不對 然後怎麼把媽媽一起拉進來 媽媽開始玩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開始有XBOX LIVE的時候 然後媽媽才開始上線 跟網友一起玩 好 那妳剛剛提到這個什麼 DOA3 我們今天就來玩DOA3好不好 先玩DOA3 好 可以嗎 好不好 那就由誰來玩一下 有誰 有我嗎 妳跟阿嬤一起來跳一場 好不好 可以嗎 將外面就欺負她 不要 好啦 一起來玩一下 來... 你們已經開始了 沒有 他已經開始醉酒了 所以你們現在各自用什麼角色呢 阿嬤 他是用酒鬼 我是說酒鬼 妳都用酒鬼對不對 你這樣打擾人家 你什麼好意思 PK好玩 因為我真的很會玩格鬥系的遊戲 大家問一下就是說 請問一下你們一起家 你們家人是不是一起玩遊戲嗎 對啊 平常都會去一起玩 所以有沒有各自擅長什麼遊戲 比如說Vini哥哥 我大概都玩動作類的比較多 動作類 是 好 瑤瑤妳是玩什麼 我賽車類的 賽車類的 那阿嬤呢 我是玩三國無雙 三國無雙妳喜歡玩 對 好 等一下也來試一下三國雙 你們現在 我才一轉眼已經被扁了耶 對啊 已經輸掉了耶 已經輸了一局了 妳已經輸兩局了耶 不好意思 不會... 我比較好奇說起 你們這個家族的名字 是怎麼開始來的 剛開始我們拿到Xbox Live的時候 有兩個帳號名稱 一個是X Mouse跟Mini Gamer 後來因為台灣的帳號出來了 所以把兩個名稱整合 就變成Mini Mouse 那就變你們家的帳號這樣 是 全家用的一個帳號 所以剛剛阿嬤已經贏了 阿嬤 那不然我贏妳怎麼辦 好 沒關係 我人生居然可以跟骨灰級的玩家 這樣挑戰喔 你要贏 你剛才約我嗎 太可憐了 太過了 太過了 阿嬤你看這樣玩的時候 大家怎麼會發現說 妳是一個阿嬤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滿好奇 當初就是玩那個連線 像那個街頭賽車啊 還有那紅彩六啊 都是連線 然後七八個一起玩 然後我在玩的時候他們說 阿嬤 請問怎麼有一個 阿嬤妳真的想跟我喝咖啡對不對 妳是故意的 好厲害喔 完美 沒有 我看穿妳的計謀了 妳一直趁機跟阿嬤聊天 可是阿嬤就沒辦法專注玩 那妳現在再專注玩一下好不好 還是要換羊羊來 好 羊羊 要換角色嗎 還是要同樣的角色 換個角色 換個角色 四個不同角色好不好 我現在出來就贏我 阿嬤 這怎麼辦 妳水果比較不算長的角色好了 所以阿嬤 妳剛剛提到說妳現在最喜歡的是 妳最喜歡的是三國無雙 三國無雙 對啊 好 對 妳剛剛說那個阿嬤 妳剛剛沒講說怎麼樣 發現妳是阿嬤的事情 還沒講完 對啦 就是大家連線的時候 我在講話說奇怪 怎麼好像有一個 一個女生在那邊玩電動 很少人在玩電動 她就問我說妳幾歲這樣子 我說我差不多五十幾歲了 哪有可能電動打得那麼好 怎麼有可能年紀那麼大 她們就不相信 那我等我跟她講話五十幾歲 好好來聽說真的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角色那是哪一個 我是老人嗎 你是白色的 我看錯人了啦 我是白色的 妳早講 這樣 沒有 妳輸了 妳輸了才這樣講 等一下 妳冷靜… 妳等我醒來一下 妳現在是幫妳阿嬤報仇是不是 妳知道我出一拳嗎 很討厭喔 好 妳就是要這樣對不對 大家一定要考這麼難看就對了 現在怎麼樣 好啊... 好啊... 這是時間的打底嗎 好啦 OK 所以二百九十幾歲 阿嬤滿厲害的啊 還好吧 幫阿嬤報仇啦好不好 她比我厲害啦 妳有比阿嬤厲害嗎 初生生 對 有時候 妳從幾歲開始玩遊戲 三歲 三歲開始玩喔 那很不錯 我們剛剛玩一下這個 剛剛阿嬤提到三國五算 對...好不好 我們來挑戰一下好不好 好 來... 好不好 阿嬤 喝剩幾個 好啦 那阿嬤現在要選 她最喜歡的關羽了嗎 對 阿嬤就妳喜歡的關羽啦 好不好 好啊 那我就用我很不喜歡的 妳很不喜歡的 妳很不喜歡的 的女婦吧 沒有 妳不超強 妳不超強 是啊 好啦 那周瑜就好了好不好 歡迎 歡迎 我再選 我怎麼選 趙雲 阿嬤所以妳現在應該是 在SBOG上面 來說好友還是都一百個已經滿 不只啦 不只啦 就加這麼多個喔 怎麼用 最多一百個啊 上限一百個 對啊 實在是不夠佳 一定的啦 已經滿了啦 妳就 如果很久沒有上限完 我就把它刪掉 就加新的 加新的比較長 要當阿嬤的好朋友 就是經過很嚴格的這個 對 阿嬤她擡選過 要可以真的實時 可以跟她一起 關羽過來 關羽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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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人之為咧 好不好 我們這是遊戲 妳有辦法 北公園 妳看我啊 七早八早的這樣子 對 它發不出來 我怎麼發不出來 無消息沒來了 有 妳現在有啊 按B啊 沒有啊 妳要等他賺錢按B 被他戳的 你看 不是 那都用那個字 狂 I'm sorry 對 妳如果不服氣 至少再一場 再一場好不好 滅掉 幹掉 沒有... 不要... 不要... 不要想 不要亂 這個主持人真是厲害了耶 沒有啦 阿嬤妳不要這樣子 真的好 其實我很遜 那妳幫我錄一段說 那都很厲害這樣 對 好啦 好玩而已啦 沒有抽練習 沒有 因為以前我一直有玩這個 剛剛我剛好講 沒有玩這個喔 這以前都知道要玩啊 這怎麼可能不玩 我跟你講 我就拿 朱葛亮讓你啦 朱葛亮本來是我的強將說 真的假的 那我讓給你喔 來這一套 真的好 玩漆都用朱葛亮拿扇子啊 可是朱葛亮我覺得以前滿弱的 他是到最後的後面 對 才變強啊 真的啊 以為我沒人講 所以我現在算弱的跟你拚喔 好 朱葛亮不弱啦 他還好啊 朱葛亮耶 他還好 他有興趣打你 阿嬤妳現在都要玩什麼遊戲 你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不要殺死對方 我好想要知道玉璣在哪裡 可不可以不要殺死對方 我不要放 厲害 妳要連 你把他放阿嬤爆出 妳有連來多斷了嗎 妳看 這真的像妳吃剛才的一集 拜拜 尷尬妳好好講 妳要把武雙 妳看 那武雙好厲害 妳看那劍氣 妳看那武雙是對付很多的地理 是扇氣不是尖氣 妳講妳也對 她是扇子的氣 妳能說妳不對嗎 對啊 那個姓朱要在哪裡 又來裡面 那個姓朱要在哪裡 在那裡 可是被他打到的 你看 那個姓朱 好遠到要被打到 對啊 還有扇氣太行 可是我們兩個現在都已經 沒什麼血了 先不要互相打進去找血吃 對 我想要到玉璽到底在哪裡 不要打死對方好不好 我們現在以那個 誰先找到玉璽為主 不要以對方攻擊為主 妳我也可以發 偷襲 偷襲 PK了... 這以前都不行 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連打的 快殺到 為什麼妳在打到我 為什麼是妳 為什麼 對 妳完了... 飛 妳人呢 都被打飛了 不好意思 Mini家族 變在我手上了 好棒喔 不要這樣子好玩的好不好 刷了啦 我跟你講其實阿嬤還有個 妳真的非常喜歡的遊戲對不對 什麼遊戲妳講 Spike Out 對...那也是打的啦 現在要玩這個 Spike Out 聽說對Mini家族 有個特別的意義是嗎 是啊 當初的話是因為 我媽媽上線玩這個 Spike Out的時候 就突然她很多人 因為這是一個對打的遊戲嘛 她就突然沒有生命 就趕快誰來救我啊 然後她就救命啊 然後救人家說 為什麼有個好像 老老的女的聲音啊 怎麼那麼壞 對啊 這樣聽得出來 對啊 而且她說 那個她說她是阿嬤啦 她說阿嬤也在跟人家 在那裡互歐嗎 對 重現一下那個時候 是怎麼叫的嗎 快來救救我 妳那時候怎麼講的 趕快叫我命啊 又叫啦 聽起來有點像阿嬤 是嗎 是嗎 好騙話 網友就會去問她 你們一起玩吧…好不好 好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遊戲 讓大家注意到這個 Mini阿嬤的存在 開始了 好 然後Mini家族 是怎麼發揚光大 對不對 所以這是四個人協力的遊戲 對啊 單機的話是切四個畫面嘛 如果是沿線的話就很好 就是一個大畫面 對 因為志祺四外面其實玩起來很累 對啊 人都變得很小 我拿人來砍耶 我把人當成劍 所以Mini哥哥妳整個 妳知道妳媽媽這樣 在這個遊戲界很出名之後 那感覺是怎麼樣 漂亮啦 漂亮啦 她那種驕傲的感覺 我都喊Help 就很爽是不是 她都為妳有什麼感覺 對啊 妳會不會覺得 妳家裡有明星的感覺 對啊 而且大家應該都很希望 自己有一個這樣的阿嬤 會陪自己打電動 對 而且Mini阿嬤 妳看 妳看那個什麼 楊揚跟妳們都是這樣 都在打電視眼睛都不會有近視 是啊 不會近視 怎麼會這樣 楊揚會近視嗎 沒有 小學三歲打到現在也沒近視 對啊 怎麼會近視 她螢幕這麼大離那麼遠 應該不會吧 螢幕這麼大離那麼遠 妳家 妳家跟有錢都買200寸的電視 我們都不相信 對啊 阿嬤 Mini阿嬤 妳剛剛不是說我們的電視好小台 我們真的Mini比較小台 你會不會 Tabos Tabos 有 在這裡 在這裡 Hobby me Hobby 不是 我要KO 是我是我 十字要KO 這可以接關嗎 接我拉到 好 接 上 為什麼只剩我一個人在打呢 妳還是走錯路了 真的 我想把Bos打 我要把Bos打趴 一定要 有人在幫妳 不行 要幫妳 蜜娘嗎 可以是要問一下你們家 幾個人都這麼愛打電動 你們平常怎麼分配電動的時間 比如說像 我們家有兩台電視在打 兩台電視 我們家有客廳 比較是不是兩台電視 機器也是兩台的 你們在客廳就兩台電視 所以兩台電視配的主機都不一樣 還是說配兩台一樣的主機 所以自己在家裡就可以連線了 對啊 我們自己連線 然後兩個帳號上去 然後我們打那種射擊遊戲 我跟我媽是組是不同隊的 所以很多網友都會叫我說 看看我媽躲在哪裡 告訴她們她可以PK 對耶 對啊 這個很妙耶 好啦 稍微回顧一下 今天再來三位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等一下快點 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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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